我是赵好康 很高兴啊 这个今天我们请到了 白先永先生 白老师呢跟廖彦博 彦博先生到我们现场来 两位好 赵先生好 是我 我收到这个时报 帮你们出的三本巨著 我为什么一直没有访问呢 我只想说要不看完才能访吧 但是这个例子 不容易达到 因为我还是 不敢讲巨细迷译 但是大致是 大家整个了解 我这个 从这个北伐抗战开始讲 讲到这个白从喜将军 到了台湾来 那我是觉得这将近十年了 我看白老师都致力于 想要替白将军 你说平反也好 是讲清楚 他到底这一生是怎么回事 尤其很多人说 这个抗战是打赢了 北伐打赢了 可是中国大陆丢了 就是因为白从喜将军不接受 林伟不受命 然后呢 把他们叫做什么 淮海战役是吧 淮海战役 我们叫做徐办会战 打丢了 所以呢大陆才丢了 那再加上蒋介石日记 等等各方面的记录 好像他很气 觉得说这个白将军 好像跟他不配合 等等 那白老师好像这段时间 一直想从这个重新来 这个回顾那段时间的史实 是不是请白老师先告诉我们 为什么你这样子 这个坚持不懈 其实很多年了 花很多时间了 事实上我1994年 我就提早退休 我在加州大学提早退休 提早退休以后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想要替我父亲立传 那么立传的原因呢 我想他不仅是为我父亲 写家史 我觉得好像我父亲是 他是民国史的人物 民国史人物 而且在军事上 很大的分量 很大的分量 而且还关乎 关乎我们这个国家的新王的 那个节骨眼的 他都在都参加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看的两岸三地出的书 都与事实不合 很多地方与事实不合 那么我本来在等 我想希望有一位历史学家 历史大家 很平时的 很真实的写出一本 父亲传记来 等等等的好多年 没有 那只好自己来 自己来 我不是学历史的 那么这个史学的那个 尤其是资料的选择 这要有史学的训练 那我很幸运的 廖远博家 他是受过严格的历史训练的 那我们两个合作 那刚好 这比较 比较这个恰当 那么 那么您刚刚提的这个 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想这个 大陆失败了 基本上是军事上的失败 现在大家都承认了 军事上失败 就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两个战争 一个是东北 东北丢了 一个一个是这个淮海 就是徐邦会战 那个东北我们等一下再讲 您刚刚提到徐邦会战 这个 那很关键 很关键很关键很关键 那么台国国民党的这边的 这个宣传机构 还有共产党那边的 都一直讲 好像说我父亲在华中 他是华中剿匪总司令 说他按兵不动 见死不救 这是完全冤枉的 是 完全冤枉的 其实他是在第一时间 一开战的一个礼拜的时候 已经派了团为第十二兵团 十二万人从武汉 要这个行军到这个徐州 但是在安徽那个地方 在安徽被共产党包围起来 这个十二万军队统统被戒灭 那么这个我父亲 最心中耿耿于怀 就说这么多 这么多他的手下的兵将 被战死在下场 而这样子受了冤枉 他说这点是 就是他非常非常的 但是 这个众口受惊 大家这么讲 所以他也没办法去变 所以这件事情 我必须要替他讲清楚 好 因为这个有三本书 第一本叫做北伐抗战 第二本叫做国共内战 第三本是台湾岁月 那我们先谈大的好了 就是我们一般人 比如我小时候 我父亲是军人 他16岁去念军校 还报 假报 假报18岁 因为16岁不能考军校 所以人家都是高年报 第一报 他是第一年高报 那军校 中央军校毕业了 然后抗战 然后呢 这个剿匪 一路下来 我曾经问他 我说 日本那么强 八年我们都没输 共产党土八路 这么四年就完了呢 你们到底搞什么鬼啊 他很生气 我这样质疑他 我说你们把大陆都丢了 就你们这一代把大陆丢了 你还当军人 当然我儿子讲话也很凶了 我爸爸很生气 那到底就是这段 大家好奇 怎么会大好江山就丢了 白老师 你有没有一个综合的一个想法 然后等等再请教这个彦博 我讲完了请彦博 我们在抗战八年 是吧 居然你刚刚说 这样扛下来 而且没有 没有说大规模投降 没有的 很多那个法国英国 他们都被打了一下子就投降了 没有 打死的 俘虏的 逃跑的 有的 这个投降日本人 几乎没有的 几乎没有的 不能跟日本奔 不能跟沃寇投降 不能的 是这个非常悲壮的 这个八年抗战相 这是一个史诗般的战相 是不得了的 还没有好好写 我觉得 那么这么样子 打过八年的这个军队 我们抗战胜利 我们有五百万 几乎五百万 共产党这一百二十万 五比一的 是 我们有空军 我们有海军 他都没有 我们有这个 美元的这机械 有些机械部队 机械部队 坦克车 大炮 他们都没有 他们只是在窑洞里面爬出来的 打游击战的 而且他们在 在这个 这个抗日的时候 没有打过大阵仗的战 所以我们有那么大的一个军队 怎么输的 是 我从小的时候 我这二十多岁 就 也在想这问题 是 我到外国去到处去翻那个 是 所以这部这部书 这一套书 有解释 我也看了很多的 就讲了很多 是 这不是我们大的宗旨 说是好像蒋介石跟白宗席的 这个恩恩怨怨的关系 其实是这个我们这国共内战怎么输的 嗯 我想这是这个输的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 我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战略 是 战略方针 其实北伐抗战 我们的大战略没错的 没有错 是 所以 赢了 最后 最后还是胜利了 是 那个时候呢 就是我父亲是蒋介石的最最高军事幕僚长 是 所以他们两个在北伐在抗战的时候 他们的战略观点相同的 但是 不说 真糟糕 我想这个到了国共内战的时候 不一样了 他们两个完全的倒吃的 分开的 那么第一是东北那一战 第二是这个淮海这一战 两个两个人这个 最接骨眼的时候 是东北那一战 等一下请 请 请 我再补充一下 东北战已经打到 四平 已经打到松花江过北边 这个 这个 呃 是 帕尔宾再忘了 如果再打下去 就 那个 林彪只剩下 林彪只剩下几万人 那个 那个一下 我父亲是 极力要 要 要 要打 蒋介石 不要 可能还有美国的压力都有了 美国压力 但是 我怎么看呢 他他低估了 低估了共产党的 他低估以后的这个 他说反正我打了你现在 我以后还可以打你 嗯 他说 这是 这个 这个 这个燕博把他 他说 以战彼合 他是 他的 我父亲是 彻底 剿灭 剿灭 后来这个 这一支军队 从死几万人 变成一百万 嗯 是也 嗯 破关 打到海南岛 就这一顿 是 大祸 好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白鲜勇先生啊 那么谈这个 他他这个书名叫做悲欢离合四十年 白重启与蒋介石哈 那等等我们会请教廖彦博先生来来再谈一下这个大致的情话 我们休息一下就回来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赵浩康时间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白鲜勇先生 跟白老师跟廖彦博先生啊 谈他们的新书哈 悲欢离合四十年 有北伐抗战 国共内战 台湾税有三三大本 时报出版出道 那请问彦博先生啊 呃 共共产党理论上 土八路嘛 哦 这被两万五天里长城打到那个 这个窑洞里面去了 怎么这几年时间就国民党 这么大的江山 就失守了 而且你说蒋介石人家还是日本士官学校 士官学校其实就等于军官学校是不是 他这是军官学校 只叫士官学校 毛泽东师范学校 他是不是我 我记得我们受预官训练 还讲毛泽东几大战略什么口袋战术的 尾典打员的什么样子 这怎么可能怎么为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这就像刚刚白老师说的 就是这个 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失败是 军事上的失败 那军事上的失败其实是战略上的失败 那我们这本书就是 其实是从这个蒋跟白的关系去切入这一点 就是说蒋跟白的冲突 其实是一个战略观的冲突 他们在很多地方上最后都是 尤其是战后 就是战略看法上 格格不入 完全相反 然后他们两个等于说激化到了最后 在这个徐邦会战的时候 白将军的意思是说我们要退守到怀河流域 不要再用攻击的 不要再跟共产党决战 你要保有你现在有身力量 不要再拼了 那要放弃一些不该守的地方 比如说徐州那个平云根本不能守 可是蒋的意思就是 我没有要拼安的 我要跟你拼了 那在白的看法 你就这就是孤注一指 那这样子他们两个最后就是既不相忍 最后就爆发最后的冲突 那所以我们的整本书的论子就是 我们不是要讲说 他们两个在那边斗来斗去 或者说那种全魔算计 就是他们两个真正的冲突 源自于战略上的不合 那战略合的时候 抗战被罚就赢了 那不合的时候就讲 有时候他是一意孤行 最后就输了 讲的个性到底是怎样 其实他是一个很直傲的人 但是这一点放在抗战 当然是很好 坚持到底 可是在国共内战的时候 他是不听不听白将军的话 但是有的时候 他应该要坚持的时候 他突然又有很奇怪 又有富人之人 比如说东北四平街会战的时候 东北这个战到底怎样 对那本来他是就是打不下来 打东北打不下来 然后请这个预定要出任国防部长的这个白崇喜去督战 那白崇喜督战的时候三天打下来 那白崇喜就独断专行 他看到这个林彪就溃败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连林彪的那个作战 作战科长都跑过来国军这边 拿着计划跑过来了 所以他们知道说林彪内部已经完蛋了 那他就决定说大胆进攻 结果蒋就觉得说你这样不对啊 我没有叫你进攻啊 没有叫你攻进长春啊 那国军已经攻进长春了 那结果这个时候白将军就跟蒋建议说 我们留我下来 我把这个共产党彻底打掉 至少压迫在这个加穆斯一带 或者是让他们退到苏联国进去 那这样子我们可以把精锐的国军转用到华北 那孙力人有类似的看法 当时孙力人在东北嘛 他说我们去占领那个日本关东军 为了防备苏联修阻的那个永久防御公司 那蒋就觉得说不行 你留在东北这样我不放心 叫他回去南京接国防部长 他说你要做的事情 我叫杜玉明就他的黄埔门生军去做 那其实后来没有做 然后林彪其实在这个松花江北 后来就翻过来就壮大 他从当时残部剩下三万多人 一年多以后扩张成一百万大军 为什么那么厉害 因为当时他们在四平街会战刚失败的时候 他们中共的组织还没有跟基层扎根 他还没有去就像后来他们什么土改 然后动员斗地主都还没有出现 那这个时候你把它剿灭是最简单的事情 那等到后来他们翻身 我记得后来他们做了一个决议 就是痛定思痛 好像叫七七决议 就是7月7号开会的 就说我们现在放下一切 什么都不用管了 赶快下基层去扎根 所有人都要下基层去扎根 那扎根了之后 他们跟东北这个土地发生关系之后 那就不是那么简单可以打败他们了 那很快他们 共产党这点很厉害 不拿一针一线什么一道 好像一副挖这个国民党部队去好像扰民 他的部队去就清明 对对对对 是很厉害这点对不对 对对对对 但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 不是都要被什么什么服从为负责之本 都洛丽巴说一大格 他们就一句就是人民 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 就一句话而已 那很快所以后来林彪就从山海关打到镇南关 还有当然日本的武器啊什么关东军的武器啊苏联的协助啊什么 苏联也是偷偷有协助他们 是是是是是是 很可惜啦 就东北丢了 然后澄澄的裁这个裁军吧 他怎么讲 对对当时其实澄澄也是替蒋先生背黑锅 他讲要他裁 对因为他们有财政上的压力 对对对 我这说不养不起这些兵了 对对对 打完仗养不起了 但是他们是裁军是那种齐头式的裁 就是说他不管你战力的那个优秀 要裁到三分之一就裁三分之一 全部的一概裁三分之一 那裁到后来就怨声载道 而且他对一些裁编于军官也没有安排嘛 所以后来就有人说老蒋不要老毛要 而且白就白冲喜他非常反对这一点 他说你你要现在要打仗 这不是不是成平时候兵放马放南山 你是要打完了再踩 哪有人是大敌当前自己先踩军的道理 等于是绑着一只手在跟敌人打仗 那但是讲也是不听他的建议 我想到我可以想得出来 因为八年抗战打完已经 这个大家很疲乏了 然后再打 而且打日本人你还有个道理 这一族 自己打自己 他大概觉得是不是在号召上比较难讲 另外就是是不是真的财政有问题 真的没钱了 大老师怎么看 没钱是一个问题 还加上孔宋家族 然后他裁军呢 就很多时候不公平 不公平的裁 好的坏的都裁了 而且不是他分那个中央跟杂牌 杂牌 杂牌 杂牌跟非杂牌 杂牌就保存 杂牌大部分保存 那么这个非杂牌呢就裁得多 而且还有很多所谓油炸部队 是以前打游击队的 有很多 土八路边 不是土八路 这游击队收编的 收编的 游击队的 打了一下子把他们裁掉 裁掉以后 有一个故事就是 被裁掉的将官跟那个魏官的下 有有上百人数百人呢 跑到中山林就哭零 我知道这个故事 哭零 他们说就是这么一哭就哭倒了 哭零 而且听说108个将军去哭呢 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浩康 回到赵少康实验的现场 在我们现场的是 白先用老师 跟廖彦博先生在我们现场 时报出版出的三本书 被换离合40年 第一 上叫做白崇区蒋介石 中叫做 也是白崇区蒋介石 不过上是北伐抗战 中是国共内战 那下是台湾岁月 白老师请教 你有没有提你爸爸 你跟你爸关系还不错吗 后来对不对 一直都不错 你有没有听他评论蒋介石 他有没有评论过 蒋介石这个人怎样 优点缺点到底怎么回事 他很少 他很少在我面前 常常很少 我听到的 很少蒋介石的这个缺点 这种东西 但他就讲过一句话 我想讲完了 他说 总统是很重用我的 这是事实 因为他都是每个阶段 他开始有些话他没听 接过眼的时候 没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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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还有这个清书之分 到底还有清书之分 我想他最反对的 他自己自己讲过 蒋介石越籍指挥 他讲却是觉得我懂军事嘛 所以你们都是我学生啊 就像那些 黄埔那些都听他了 听他 杜亦明什么都他学生了 这就难搞了 他这个越级指挥的话 那个前线的那个 这样 很难做 难做 无所思从 不晓得听 听谁的 听谁的指挥官 还是听校长的 所以这就 我父亲也尝到苦头 等一下请燕博再讲一讲 这个康泽那个 襄阳之战的时候 我 讲究是打 我父亲下令 讲究是打个电话 下个令 把我父亲反掉 好 那个襄阳丢掉了 所以这一类的东西 他反 他非 来远报讲这个故事 来 就是 我们在书里面有谈到一个 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1948年的襄阳保卫战 那襄阳其实从古道经 都是一个重镇 都是要抢的 比如说那个三国时代 关羽打 打襄阳 然后那个宋朝跟蒙古人 在那边对峙很久 那个武侠小说 《神雕侠侠侣》 就写这边 那国共内战的时候 就是这个 刚好白将军管这个地方 那襄阳守将是 讲的一个非常得意的门生 叫康泽 康泽就是以前那个 现在的人可能不知道 就是什么三民主义 例行社 蓝依社的那个 头头人物 那 其实 康泽自己没有带兵的经验 也不知道为什么蒋派他去这个地方 那 其实这个襄阳 他的这个城 是 这边有那个汉水 两边是汉水 后面夹的是一个 那个南山 是一个高地 那所以 白就下令 他说你 共军来打的时候 你就守三头 守三头 不要守城 守三头 那共军就算打进城里面 你也 他们也待不住 结果蒋给他一个电报 因为康泽是越过这个 白崇喜跟蒋 在直接联络 那蒋给他一个电报说 你不要守三头 你守到那个城墙里面 用城墙抵抗 结果康就 康泽就遵令 就退进城里面去 这个叫守城不守也 结果守三头 守了十天 守城之后 只守了18个小时 就完了 然后就共军就把 直接打破这个城墙进去 对对对 我补充一下 刚刚我讲这个 那么这就牵涉到 白崇喜我父亲 为什么不接受 指挥这个 这个华海之战 华海 区办会战 那么他亲口跟我讲 他讲了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呢 第一个理由 他去这个 查看那个徐州 徐州那是指挥部的 他的那个战略的部署 全部错误 他说死实质什么 死实质 两边 这个在铁路两边 这么烦 很容易被那个 中产党冲破 那应该怎么守呢 那他根本就 不要守守徐州 他要到 要帮部 帮部 那有怀河 守将不守怀 这个徐州是四战之地 平原 没法守的 那么这是第一个 战略部署错误 第二个呢 那些手 那些邱金全 那指挥官 邱金全 这个 这个 申元良 这个 李弥 他们都是 都是嫡系的 蒋介石的学生 蒋介石 跟我父亲没有 约缘 你父亲保定的是吧 我父亲保定的 他指挥过很多中央军 但是这几个 他没有约缘 他说这个 骄兵汉将 很难讲 最重要第三个原因 他说 这个是保卫经济 保卫南京上海的 这一战 那么这个蒋介石 一定他自己会 飞回南京来 他要去 指挥 指挥的 乐器指挥的 这个不好 不好 不好这个 不好弄 不好弄 那讲为什么干脆 也不用了 自己下来指挥就算了呢 这个 他其实 他其实是指挥的 其实他是指挥的 其实 但他总是要 要一个指挥官了 好吧 那这个 我父亲说 这一点 他很坚持 讲 不听 他有说 你就交给我 就交给我了 我没有想 教管 你不要 而且 而且想就算好了 到时候他来 你怎么办 这东西 彦博找到一个证据 找到一个资料说 我父亲 明白提出来 有这样讲 想 你不可以干涉我 这样讲 其实算很不敬 但是已经知道说 非要这样讲不可了 所以他日记里面讲 很不高兴 讲的日记 很不高兴 对白东西 那天他开完会的时候 就去见蒋介石 在南京 他要接不接 提出这一件出来 这样不接受 所以他就 他的古迹 这样子的话 这张白 很难打 这张白 他要放弃徐州 又要讲 不要干涉他 跟讲的那个 跟讲的这个 理念不合 完全不合 是 这点要不要 这个很重要 这个这点 我们原来看一些 那个白崇喜的传记 说白 在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他就不告而别 就跑回汉口去了 那讲就很生气 这样子 那结果我们看了 讲日记之后 发觉不是啊 就白崇喜有去见他 就说 我评估了这个状况 你要我统一指挥 这个两大战场 国军 跟共军决战 那我有条件的 就是徐州 我不要守 我要退到棒铺这边来 然后就是 总统不要用 这个电话 电报 指挥第一线的 那个指挥官 那这两个 两大条件 我如果总统接受的话 我就指挥 那讲就是说 我不行 徐州整可放弃 如此重症 整可放弃 那白就说 那我没办法 因为我的看法 跟你完全不一样 那后来讲就说 你不指挥就算了 所以他们 他们是这样子 后来等于闹翻了 这样 那另外就是 因为我看后来 这个白友劝蒋下野 那说干脆分 一长江分成南北 分治 那蒋你就 因为老美好像不喜欢蒋 因为美国在调停的 蒋是不是对这个也不高兴 觉得你等于是逼我 而且很多其他的也都响应 认为白这个讲法是对的 所以蒋一想说 你搞半天 你是逼宫吗 会不会这样 所以我父亲打了两个电报 是两个电话 一个害禁电 一个害权电 那么这个时候已经 那个 续办会员在尾声了 看起来 会输了 那个国之将亡 打了多久啊 续办会员 打了一个多月 11月7号到1949 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 才一个多月 那个看样子 那个国民党的江山 妖妖于罪 不妙了 国之将亡了 我父亲急得不得了 在汉口 没睡觉 有人看着他的 眼睛亮红红的 打电报 那个时候 这个满朝文武 不敢讲话 当然 不敢讲话 而且也想不出 这个怎么办 那么我父亲 就打两个电报 打的重点是 要请美国出来调停 他请美国出来调停 不是空想的 因为是那个时候 12月初的时候 还没有到这个时候 这12月底了 12月初的时候 现在有资料出来 杜鲁门 杜鲁门通过师徒雷登 美国大使 是朱华大使 雷登下面 要告诉这个国民党的高层 要蒋介石下野 要不然的话 美元不来 我父亲当然知道这个事情了 知道这个事情了 如果蒋介石要下野的话 美元来了 那么 可以守住 他隔江了字 他不是空想的 我想这个东西 还有了这个 后来燕博也查到 他写的给黄西出的信里面都讲了 那么蒋介石不是这样看的 当然 他下来还算不爽 他下来 要他下来 逼宫嘛 其实他那时候已经老早已经部署台湾了 你看他 他还讲说怎么退此一步 急无失所 就是他老早 他老早 黄金运过来了 那时候至少如果能够巩固长江 守到将来也很好 为什么不要呢 那时候就是 也是美国人这个食言 好吧 为什么美国人这么讨厌蒋介石 我们休息一下就回来 我是赵浩康 为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白先勇老师 跟廖彦博先 谈时报出版 他们给他们出版上中下三本书 悲欢离合四十年 白冲洗与蒋介石 北伐抗战国共内战台湾岁月 为什么老美后来 甚至到了台湾还发表白皮书 什么都不承认 国民党都跟我无关的 老美为什么讨厌蒋介石 应该是从二次大战就开始 就是二次大战的时候 那个美国派了那个史迪威来中国战区 当这个蒋的参谋长 但史迪威这个人 他他想要统治 统管所有的中国美国军队 甚至包括共产党在内 这个他们两个性格 就是他跟蒋性格是不合 后来闹翻 那史迪威是美国那个陆军参谋长 马歇尔的爱将 后来马歇尔亲自来中国 调停共同内战 结果又失败 又失败 那所以马歇尔当然不可能担这个责任 他觉得说是你们国共的责任 那他也对蒋很不满 那后来马歇尔回 调停国共内战失败 回美国担任国务卿 所以他等于是放弃蒋 等于说你这个 不能谈啊 谈不了了 对对 这个我不要了 等于是你不下来 我根本不谈 根本不跟你谈这个援助的事情 然后后来他们就 暗地里在传讯息给蒋 本人跟贵系这边 就是说蒋下来了 美援就来了 那当然李中仁也知道 李中仁那时候是副总统 他觉得说蒋下去了 我的名正言顺 我就上去变总统了 那我那个美援就来了 我就可以搞不好守住长江以南 这样子 那蒋不是这么看的 蒋觉得说你逼我 把我逼下来 中华民国也就亡了 这样子 他因为他觉得他自己 你天下兴望为己任 蒋一定是这样觉得 他觉得他的 他跟中华民国国运是绑在一起的 所以你把我逼下来你就完了 所以他就非常恨这个白将军 那同时他也在运筹一切 就把国库 黄金开始往南移 到厦门到台湾 然后海空军移走 那他等于是把一个空架子 就交给这个李中仁 李中仁当然自己有点不自量力 而且在美国其实是实验 李中仁上去发觉说 你不是要援助我吗 结果美国说没有 我们等尘埃落定再说 所以后来就完蛋 所以美国会骗人 白将军 李中仁为什么一定要选副总统 那明明蒋介石希望孙科 那白将军还要被没办法 也自好去帮助李中仁 我夫妻反对的 是 他知道如果李中仁出来选的话 那个中央跟桂西又要分裂了 那李中仁之所以的 李中仁的时候是北平行人主任 他在北平的时候跟胡适之啊 跟他们那个 他跟那个自由处得很好 而且呢最要紧斯图雷登 跟斯图雷顿处得很好 美国大使 斯图雷登 慫恿他 慫恿他 慫恿的 美国人慫恿 所以美国人是很坏事的 有时候 常常会这样 但慫恿他又不帮你到底 成为到一半跑了 跑了 对越南对很多国家都这样 而且斯图雷顿现在我看到的资料 白皮书里面 斯图雷顿写memo 给马歇尔 马歇尔是Secretary of State 是这个国务卿 写给马歇尔说 现在说是蒋介石已经失去人心 能够代替蒋介石的 他说李中仁很 讲了两三次的 所以李中仁是合适人选 所以李中仁 有了那个美国的这个 当然他就要出来选 我知道的 我知道我有资料的 就说他到南京来见我父亲的时候 讲了这个美国人 我父亲非常不以为然 他晓得 这个蒋介石一定知道的 美国人后面更糟糕了 有美国人在后面的话 更气了 更糟糕了 我父亲说 但是我父亲比他说 他跟你中仁的关系 贵西的关系 他比得要出来替他竞选 而且我们家是竞选总部 那这个就 糟糕了 逃不掉了 为什么贵西 贵西也不过中国那么多省 广西是很偏的边陲 为什么贵西会做大 会居然能够中央分庭抗礼 军事 就是为什么贵西的军事能够抢 那就是贵西你看 像白崇喜李宗仁 那一批是这个可以说是现代军人 他们头一批 在那个时候来讲 那个时候来讲 头一批 有保定训练了 有什么真的真的有军事训练了 所以他们回来以后在广西练兵练兵组织 这一套是比较是modern的了 有新观念的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他有的思想 那时候 那个时候那种 第一 我父亲他真的信三民主义 孙中山那时候革命 革命思想 那个时候革命很激励人心的 推翻满清 还有第二 后来在三十年代的时候 抗日 我父亲到处去演讲 这个爱国抗日 所以广西这个兵打的好 他们有那种爱国抗日 这种东西 而且又训练了 我父亲他们军事训练很严格的 所以广西是有新斯巴达之称 新斯巴达 新斯巴达之称 五点钟就起来了 就升旗了 就训练了 全省皆兵 因为九一八已经发生了 所以有训练的一支 有组织 有思想 有理念 有理念的这么一个军队 而且他们统域的那个将官 我父亲李宗仁还有好几个广西的那个将官 他们有统域的 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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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北伐打的很好 有刚军支撑 北伐第七军有刚军支撑 然后这个抗日的时候 白衣山保卫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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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俄大战 这些东西都打得很应用的 广西军打得很应用 甚至于国共内战的 毛泽东他们还讲的 他们很防广广西军的 广西军后来打的到最后 在最后我父亲打的一兵一卒都没有了 还有一大批 逃到那个那个十万大山去打游击战 打了两两三年 后来那个被逃住 完全剿灭的 嗯 很悲 很悲壮 很悲壮 好我们继续再回来 我是赵好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 谁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白信用老师跟廖彦博先生的 谈时报出版的《悲欢离合40年》 白重启与蒋介石啊 从北伐抗战 谈到国共内战 谈到台湾岁月 好吧 就大致大概 我想这个书大概就交代了 把很多 因为我看这个廖先生找到很多史料嘛 很多的 他还跑到去看蒋介石日记啊 等等这些东西嘛 那你简单做个结论好不好 简单 我们再请白老师做结论 我们提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这个白跟蒋之间 他们其实没有 他们其实有共同的理想啊 就是革命建国嘛 那国当然是中华民国 那白将军有点是 见证中华民国诞生的 就是他参加过这个武昌企业 他18岁的时候 然后 因为有这一层感情 他等于是不忍心这个 他亲手建立的国家 或者说他的理想在他手上覆灭 那他跟蒋的关系 算是战略层次上的一个严重的冲突 可是他最后还是来台湾啊 他等于是说他要在自己的这个中华民国的领土上 然后等于是进他军人的天职到最后一刻 这样 我觉得他也最后也是做到了这一点 他如果不到台湾来 留在大陆会怎样 或者出国了 很多人到香港到国外 你中人就到美国嘛 对对对对 因为毛泽东对他着想嘛 就说你喜欢带边我给你20万军队啊 你喜欢让你守在广西 我们也不进去广西啊 你就自己当广西王啊 那他也不要 他说谁敢来劝响我抓起来 那还有就是他可以 因为他是穆斯林嘛 他可以去这个麦加草圣 那就像当时那个西北有一些马家军 后来他们都跑到那个麦加那边去了 沙烏地阿拉伯这样 那甚至他可以像很多人一样 就是留在香港观望时事 就是等韩战起来 然后美军协防那个台湾海峡 他再来台湾归队也可以 因为那时候风雨飘摇 很难讲会怎样 对对对对 可是他是在这个韩战还没打的时候 他就已经来台湾了 是来 白老师 做个解论 那你特别是在台湾 所以我也看你写 还派秦志明跟踪他 等等等等之类的 所以还想出他过世头天晚上 跟叶公超 叶公超为了外蒙今天和国 蒋介石把file掉 而且好狠啊 还不准他大学教书 他是干嘛要赶尽杀卷呢 那最后晚上他们俩一起吃的饭 那天晚上这个不幸就心肌梗散 过世了 要不讲讲这段 做个结论吧 好的好的 那我我父亲来台湾 这是在风雨飘摇的时候 韩战还没起来的时候 他到台湾来 那他那就是跟中华民国共存 共存网了 随时会完蛋的 在他来讲 他说向历史交代 因为他是参加过武昌起义 是 所以啊 他跟那个民国有血肉相连 那种革命感情 所以他他必须 您刚刚问的 为什么不在香港 不知道或者死在香港 这是他无法想象的 他的他的他的一生 就是为了保卫民国 到最后的时候他会跟民国共存 他知不知道那时候 不知道蒋介石讨厌他 到台湾来讲 知道的 也会整他都知道 但没想到会要特务来跟他 这都没想到的 他晓得不是不好 蒋介石还是怕他万一叛变 怎么才要跟嘛 他你想他他自己也知道 他把东西不会叛变了 那他为什么要跟 我想跟 我想他跟 我后来得出了一个结论 他也没有军权 没有军权 因为他二二八的时候 在台湾了 来台湾救了好多台湾人 就是他在台湾民间的声誉 太高了 刚那几年 所以跟那台湾四生 不知道他跟蒋介石讨厌 常常到我们家来 早期的林宪堂 秋电台 都往黄昭秦 他们都来 徐炳 陈冲光 他们常常来 但是对我父亲那种尊敬 但是犯忌的 外省跟雷震 外省跟本省人勾起来 我想 外面还有美国人 我想这个是原因 或者特务24小时看他 我想父亲根本的军权 政权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何必要 我想大概这是这样子 这是这样子 可是我父亲 我想他最后站在台湾 在回家公共 我想这是他求人的人 他最后站在中华民国的土地上 是 我想要他是一时刻乡 香港 我想他会欲欲 欲欲欲忠的 我想他 他虽然民国 保卫民国的那个 大志业失败了 可是他的晚节我想保到最后 他自己作为一个人 人格的玩家 我想他最后 我想晚节保住了 好 那我们还有两分钟 你整个帮我们再讲一下 整个你再回顾这段 好 就还有你觉得到现在为止 是他们最完成 你达成了没有 你要达成的目的 我想这套书出来 我大概我这套书 我就二十多年 我的二十多年的心思 算是放下 也许暂时放下 放下了放下了 这套书最重要 刚刚彦博也讲了 除了讲他 蒋介石跟白宗席 两人之间的恩恩怨怨 分分合合 最重要的 最重要就是 我们这中国大陆 大陆怎么丢的 是大陆想知道 这个最要紧 大好江山怎么丢的 现在问台湾一般的人 大家讲不出道理的 讲不出道理 看不到全貌了 看不到全貌 讲不出道理了 这本书至少 这个很要紧 现在我们民国史 民国史在台湾有很大危机 我想 据我知道 好像我们台湾大学 好像没有人叫民国史 不太重视了 不重视了 这个不行的 我想 反而大陆开始重视了 大陆开始重视 我们现在是 如果的国号 还叫中华民国 那就一定是在1911年开始 成立了 要不然他这个头没有的话 就剩了一个躯客 是 好 那么 所以很多人 当然在台湾很多人 骂蒋介石 我说蒋介石 对台湾是有功劳的 他对台湾的功劳 其实没有让共产党来 但他对大陆是有罪过的 他把大陆丢了 大陆丢了 其实你又问我就是 把大陆 北伐抗战是有功的 是一回事 把大陆丢了 让中国大陆 在头30年受那么多苦 对不对 那他是有过的 那到台湾来 让共产党没有到台湾来 对台湾是有功的 这是很公平的 很公平的 这个 这个对蒋介石的一个评论 好谢谢白老师 谢谢 谢谢廖言博先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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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i like radio i like radi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